而新冠状病毒疫情是重创了观光产业 为了协助业者渡过难关 同时为下一阶段观光发展以及复苏做好准备 花莲县政府延续了 花莲县观光推展委员会的提案 召开成立观光发展区域联盟的研商会议 特别邀请了宜兰县政府以及台东县政府 台湾观光学院和宜花东各相关的观光工协会业者 在花木兰联盟合作基础上研商联盟的事宜 并且来争取交通部观光局的复苏补助 同时建立东部的观光品牌 花莲县政府观光局副处长张志祥表示 交通部初步公布的观光纾困 以及征刑补助方案当中 鼓励跨县市区域合作 因此花莲县政府及在地公协会主动召开宜花东 上个县市的会议 期盼在108年度成立的花木兰联盟基础上 再深化观光合作 而这次会议先凝聚上个县市观光品牌 一直行销的合作共识 并且通过公协会幕僚单位 持续筹办成立联盟 后续有待交通部观光局公告详细 DNO区域联盟奖励要点以及相关规范之后 才能够正式成立 在这次的武汉肺炎 那中央通过了这个600亿的特别预算 那里面有一个是针对我们 这个观光产业 它有一个DMO的一个区域联盟 那县长也非常重视 那在这一次的观光推展委员会呢 我们的相关产业的这个理事长的代表 也有提出要来结合我们宜花东 来争取这个DMO的一个区域联盟的一个组织 目的地管理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也邀请了宜蘭以及台东县政府 以及他们当地的各个观光协会的一个代表 理事长们一起到花莲来 那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既有宜花东 我们之前有一个花木兰的一个联盟的基础下 我们来凝聚这个初步的共识 来替这个宜花东 我们来结成一个DMO的一个联盟 然后共同来做国际行销 那之后呢 国外的旅客呢 会对台湾的这个宜花东 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在这个国际行销上面可以对我们所有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业者 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利益 更好的一个结盟 达到我们这个观光的相关的推展 广书表示 未来发展东台湾观光发展区联盟提供建议 DMO为目的管理组织 在欧美以及日本就有潜力 是一个不偏袒任何另外一个利益团体的整合平台 将零碎分散的观光资源整合唯一共同的品牌意向 创造正向循环的经济 考量与华东三线市观光资源较为相似 并共属外籍地旅客短天期 造访的时候旅游范畴 有合作引课的需要 期望透过争取中央资源 益助三线市场观学界的合作 发挥互补以及陈述效应 提振东台湾观光发展 记得请问华之北老